你要写山海关就不能只写山海关 要写大明朝的繁华与浮光 写着御楼金雀诗九八章 写古城的木门青墙 写着天下的兴衰更迭 和百姓的愤怒忧伤 要写一夫当官万夫莫开的姿态 要写冲冠一怒魏红颜的离伤 写巨石入海的老龙鹏 写长城连海水连天 人上飞楼百尺颠的城海楼 写壮世家书魏养号 写百姓儿女情场 写一位梦将领等她的儿女 写官城数百年的回报 与满城风霜